把那個練習檔直接存成JP區 因為主要原因我們沒有安裝 所以你要直接開 你點兩下 他會出現說他找不到任何軟體 所以如果你要開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能直接點兩下 你就不要直接點兩下 你點兩下他開起來他沒辦法開 因為他不知道這個PSD檔 所以要怎麼開 一樣你可能要從這個地方檔案裡面有個開啟秀檔 那因為我放桌面上 所以我找到桌面上面 這邊就會有一個 我剛剛放的那個上個禮拜那個檔案就是那個鴨子 把它去背的這個上個禮拜做的地方 所以上個禮拜的這個檔案的話 放大的Ctrl加 有沒有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主要有 應該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的話就是說 如何產生一個300 寬的話300 然後高的話 是250 寬跟高 然後呢 再用那個漸層工具 把它向下填滿 往下拉 然後讓他可以有背後這個漸層的顏色 那至於這個顏色 應該填多少 那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的那個說明檔案 那個檔案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這裡 他這邊有一個什麼 所以300乘250 OK然後 把這個顏色填上去背景 而且必須要是一個背景的塗層有沒有 然後顏色的話是這個 RGB 把顏色填上去 那另外的話當然我們這邊會有個塗層 這個塗層是背景 所以 你必須從右下角這邊新增一個塗層 然後呢在這個背景的塗層上面做這件事情 OK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說把那個吉祥物的那個 照片 把它去背之後搬過來 OK 然後搬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就是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把它縮小 縮小我記得好像說到 百分之八十幾吧 OK那個大小呢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我們那個TIFF的檔案 兩個相比較 然後來做 這個部分的練習 那今天的話接下來 一樣我們接下來 那所以 你一樣需要呢 上個禮拜的那個練習檔案 那練習檔案的話呢在這邊嘛 你可以找到這個 這個102嘛 那我們上個禮拜是利用這個PSD 這個練習檔 OK 那當然 好像雲端有支援 所以雲端你打開好像可以可以看 有沒有這張圖嘛 OK 那所以我現在 需要第二張 完成的話 類似長這樣 TIFF檔 OK 所以呢接下來 我們已經完成了兩個部分 背景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這個吉祥物 第二個 第三個是這個宋春 這個是一個類似一個 一個圖式 然後 它的效果基本上是要怎麼 有點像是前面是白的 那後面的話呢是 黑的 有點像 陰影的那個效果 這個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就是新年快樂 OK 那耶誕節快樂也許你可以變化題吧 做一個類似耶誕卡片這一次 就耶誕快樂之類的 應景一下 OK 甚至你將來如果 你要做卡片送人的話 其實也可以類似這樣 那那個卡片就不是買的啦 就基本上是獨一無二的 OK 所以待會的話也許 跟那個字比較有關係 如果把字放進去 裡面有一個是個類似像圖字的效果 那這個圖字效果其實在網路上應該可以找到很多免費的 你也可以把它放過來 而且你要什麼樣字 自己打一下 然後把字放進來 哇那就是獨一無二的 一個 不管是卡片也好啦 因為現在那個 在那個便利商店要 沖洗照片 很方便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 圖檔 理論上 JPG檔它應該都接受 或者是 PNG檔 我不確定說它PSD檔能不能支援 如果可以的話你就PSD檔 然後直接到便利商店 直接就把它沖洗出來 那這樣其實 其實也花不了多少錢 然後你可以 把那張照片 看背後如果直接把它 拿來當那個 有點像卡片的形式 感覺就是 很獨一無二的 一個小卡 小禮物啦 所以今天的話接下來一樣把那個 雲端上面102這個叫 PSD 01的這一張把它下載好了 這個是一個 宋春兩個字 就這個 那在哪邊 在下載 OK下載區裡面 所以 我一樣把這個路徑複製起來 然後把它開起來 然後開啟就檔 然後找到 下載的地方 直接找到這個 或者你可以在本機裡面 找到下載 這邊就有PSD 就這一張 Ctrl加號 好那這個做出來之後接下來 我們要做出來的效果 就是希望能夠做出 現在看到的這一張圖有沒有 是什麼 是黑色的 那它的效果是希望做出來就是像這樣 變成白色的 也就是後面是黑的 前面是白的 然後把它做一個有點像疊在上面的效果 然後它基本上有點像是 原來黑的在下面 那白的有點像是跟它是呈現大概有點像45度角的那個 感覺的效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題目檔部分的話你們可以在雲端上看到 基本上的話呢 可以看到這邊第3項 第三個項目是什麼 打開這張圖 然後將那個影像 這個宋春 置入新建的檔案內 並將該 塗層 所以要命名 叫做宋春 1槓 減號黑 然後再複製一個塗層 所以這個地方考你會不會複製塗層 再複製一個塗層 然後把顏色變成白色 那叫做宋春白 那在兩個塗層 把它怎麼樣 把它錯開 讓它有那個陰影的效果 OK 就類似像剛剛看到 並且最後做一個什麼連結 把這兩個塗層變成 連結 也就是你將來 選其中一個塗層 它等於就選兩個 讓它變成有點像那個 Word或Powpoint裡面有那個什麼 群組 把兩個選在按右鍵群組 類似像那個概念 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著 打開那個 上個禮拜的練習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並且 在下載那個練習檔案裡面的 叫 PSD 01.PSD 有一個叫宋春的 一個 一個影像 然後這個影像的話主要做出 有點像那個 陰影的錯開的效果 那陰影的錯開效果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給大家特別注意喔 你們開啟那個檔案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安裝 所以那個PSD檔 如果你要把它開起來的話 只能透過那個 就是 開啟旧檔的方式 去把它開起來 所以特別注意 下載完之後再找到開啟旧檔 然後把這個檔案開起來 那再來我們就是在看喔 如何 針對 這個部分喔 做練習 天后設定 如果看一下